印尼华语歌手协会3月17日在雅加达举办印尼华语歌剧演唱会 这是印尼华语歌手届首次携手举办的歌舞剧 而且还以印中双语演出主题为爱的歌舞剧 当中诠释我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 创作属于印尼华语歌坛的作品 3月17日星期六晚间7点半 印尼华语歌手协会在北亚加达词语大学礼堂公开演出 一场华语歌剧演唱会 将近160位来自印尼各地的歌手还有舞蹈员前来参加演出 这些华语歌手组成一个华语歌手协会 来互相交流促进印尼华语歌坛的发展 而这一部歌舞剧主题为爱 呈现多元族群文化的一名国家 在多元中促进团结 让民众接纳多元的艺术文化 因为他们经历了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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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他们可以在印尼华语歌手协会 以他们可以在印尼华语歌手协会 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整个印尼的唱中文歌曲的歌手 感觉非常的开心 非常激动 因为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是在外倒 一开始就好像很多困难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 好像这个Drama Music是我第一次 所以第一开始有觉得困难 不过现在已经应该是可以了 这天晚上观众欣赏了多彩多姿的节目 包括民族舞蹈 现代舞蹈 舞台剧 朗诵诗歌等精彩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кусisium 備�胳見 seguinte語 歌手 声 字幕 Soci jotain 事审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ill out Five 政府尹字幕羽三 支持中文殊